第二十七集 免时相会 秦王与赵王饮酒 酒性之间 秦王请赵王表演古色 赵王便演奏了 令相如也请秦王表演 敲击瓦盆的音乐 秦王却不肯 令相如利色说道 在五步之内 我就可以血溅大王 秦王左右卫士 想上前杀死令相如 令相如怒目呵斥 左右人都畏缩不敢行动 秦王只好非常不情愿的 敲了一下瓦盆 直到酒宴结束 秦国始终不能对赵国 加以非分之求 再加上赵国人 也早有军队戒备 秦国到底没敢轻举妄动 赵王回国 加封令相如为上卿之职 地位在大将连坡之上 连坡不满地说 我作为赵国大将 有功成也战之功 令相如原不过是下层小民 只以能说善辩而畏惧我之上 我感到实在耻辱 忍不下这口气 便宣称 我遇到令相如 一定要羞辱他一番 令相如听说后 不愿意和他遇见 每逢上朝 常常称病 不和连坡 去争排列顺序 出门在外 远远地望见连坡的车架 便令自己的车回避 令相如的门客下属 都感到十分羞耻 令相如对他们说 你们看连将军的威严 比得上秦王吗 回答都说 比不上 令相如说 面对秦王那么大的威势 我都敢在他的朝廷上 斥责他 羞辱他的群臣 我虽然无能 难道单单怕连将军吗 我是考虑到 强暴的秦国 之所以还不敢大举 进犯赵国 就是因为 我和连将军在 我们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我所以避让 是先考虑到国家的利益 而后才去向个人的恩怨呢 连颇听说了这番话 十分惭愧 便赤裸着上身 到令相如府上来赴京请罪 二人从此皆为生死之交 当初 燕国军队攻打齐国安平时 林兹市的一个小屁田丹正在城中 他预先让家族人都用铁皮包上车竹头 带到破城 人们中相涌出城门 都因为车轴互相碰断 车辆损坏难行 被燕军俘虏 只有田丹一族 因铁皮包裹车轴得以幸免 逃到了寂寞 当时齐国大部分地区都被燕军占领 仅有举城 吉墨为沦陷 越义 于是集中右军前军包围举城 集中左军后军包围吉墨 吉墨大夫出战身亡 吉墨人士说 安平之战 田丹一族人 因铁皮包轴得以保全 可见田丹阻止多谋 熟悉兵士 于是共同拥立他为首将 抵御燕军 越义围攻两城 一年未能攻克 便下令解除围攻 退至城外九里处 修筑营垒 下令说 城中的百姓出来 不要抓捕他们 有困恶的还要镇进 让他们各操就业 以安抚新战地区的人民 过了三年 城还未攻下 有人在燕昭王面前挑拨说 欲以智谋过人 进攻齐国 一口气攻克七十余城 现在只剩两座城 不是他的兵力不能攻下 之所以三年不攻 就是他想倚仗兵威来收服 齐国人心 自己好难免称王而已 如今齐国人心已服 他之所以还不行动 就是因为妻子儿子在燕国 况且齐国多有美女 他早晚将忘记妻子 希望大王早些防备 燕昭王听吧 下令设置盛大酒宴 拉出说此话的人斥责道 先王倡导全国理代贤明人士 并不是为了多得土地留给子孙 他不幸遇到继承人缺少德行 不能完成大业 使国内人民怨愤不从 无道的齐国 趁着我们国家动乱 得以残害先王 我即位以后对此痛心疾首 才广泛延庆群臣 对外招揽宾客 以求报仇 谁能使我成功 我愿意和他分享燕国大权 现在岳翼先生为我大破齐国 评回齐国宗庙 报却了旧仇 齐国本来就该归岳先生所有 不是燕国该得到的 岳先生如果能拥有齐国 与燕国成为平等国家 结为友好的邻邦 抵御各国的来犯 这正是燕国的福气 我的心愿呢 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呢 于是将挑拨者处死 又赏赐岳翼妻子 以王后服侍 赏赐他的儿子 以王子服侍 配备君王车架乘马 及上百辆数车 派宰相侍奉送到岳翼那里 立岳翼为齐王 岳翼十分惶恐 不敢坚守 一再败谢写下词书 并宣誓已死 小冬燕王 从此 齐国人敬服燕国岳翼的得意 各国也畏惧他的信誉 没有再敢来算计的 不久 燕昭王去世 燕惠王继位 惠王从当太子时 就与岳翼有矛盾 田丹听说了 便派人去燕国用反剑计 三不说 齐王已经死了 齐国仅有两座城 未被攻克 岳翼与燕国新王有矛盾 害怕家伙不敢回国 他现在以攻打齐国为名 实际上想率领军队在齐国称王 齐国人没有归附 所以他暂缓进攻齐末 等待时机举行大事 齐国人所怕的是燕王派别的大将来 那样积末就成破受害了 燕惠王本来就疑心岳翼 就中了齐国的反剑计 便派齐杰代替岳翼为大将 召他回国 岳翼知道燕王换将居心不良 于是投奔了赵国 从此燕军将士都愤愤不平 内部不合 这时 天丹下令让城中人吃饭时 先在庭院里祭祀祖先 四处飞鸟争吃祭饭 都盘旋落到城中 燕军很是惊讶 天丹又让人散步说 会有天神派军师下界来帮助我们 有个士兵说 我可以做神师吗 说吧 起身便走 天丹急忙离座追回他 让他面东高座奉为神师 士兵说 我犯上妻主了 天丹忙巧声嘱咐 你不要说出去 便以他为师 每当发布号令 都必称奉神师之命 天丹又令人散步说 我就怕燕军把齐国俘虏割去鼻子 作为前倒 那样 吉莫成就完了 燕国人听说 果然这样做了 城中守兵看到投降燕军的人 都被割去鼻子 万分痛恨 决心坚守不详 唯恐被俘 天丹再使出反剑计 说 我怕燕军 掘毁我们的城外坟墓 那样 齐国人就寒心了 燕军又中计 把城外坟墓进行挖毁 焚烧死尸 齐国人从城上远远望见 都痛哭流气 争相请求出战 怒气倍增 天丹知道 这时军事已经可以死战 于是带头拿起板 锹和士族一起铸城 把自己的妻妾编进军队 还分发全部食品 犒劳将士 他下令 让披甲士兵都潜伏在城下 指引老弱人员女子 登城守卫 又派人去燕军中 约定投降 燕军都欢呼万岁 田丹在城中百姓中 募集到一千亿金银 让吉墨城的富豪 送给燕军大将 说 我们马上就投降 请不要抢劫掠夺我们的家族 燕国将军大喜 立刻应允 燕军戒备更加松懈 田丹在城中搜罗到一千头牛 给牛披上大红绸衣 绘上五彩天龙花纹 在牛脚上绑树尖刀 而在牛尾绑上灌好油脂的尾草 然后点燃 趁着夜色 从预先找好的几十个城墙洞中 赶牛冲出 后尔紧随着五千名壮士 牛尾部被火燎烧 都惊恐地奔向燕军大营 燕军大惊失色 看到牛身上都是天龙花纹 碰到的不是死就是伤 加上城中敲锣打鼓 齐声呐喊 老弱居民也敲击同气助威 响声惊天动地 燕国军队万分恐惧纷纷败逃 齐军趁乱杀死燕军大将齐杰 追杀逃亡的燕军 所经过的诚意都叛离燕国 再度归顺齐国 田丹的军队越来越多 乘胜而入 燕军日日望风而逃 逃到黄河边 齐国失去的七十几座城都复归 田丹于是前往举城 迎齐乡王回国都林兹 乡王册封田丹为安平郡